因為三歲十五年驚在過路耍鼻弄死 也讓台南的交通問題再度受到外界關心 有人就問台南的交通環境是真的危險 也只是個案 甚至出現現任地獄的照明 對處議員林美妍剛才這期警察局強烈計畫的信號 也希望正式現任專業合計來檢測輸過 議員王家珍只要求在複雜的路口 一定要檢測倒入整個 當時將適合檢測歡迎教授 台南市 台北有229處 台南有40處 40處 我們如何去加產這個部分 你如何跟交通局去配合 我想這個的設施不是你們警察去做的 應該就是交通局 那一個交通要一個安全提供 安全的一個環境給行人 給路人 給使用者 這個都是交通局跟警察局要配合 你們說要嚴格的執法一個月 請教一下局長 一個月之後呢 一個月之後呢 還是局長有沒有什麼建議 可以給黃市長這邊 該從根本解決之道 譬如說這個 汽車的設置 這所謂的前面那叫做A槓對不對 或者說道路的規劃 讓大家不當的軌切左轉 造成了大家都產生了重大的傷亡 重大的傷害 所以局長 針對這個問題 你有沒有什麼意見 先設置這個行人專用號制 這部分我們昨天有看到這個相關新聞 我們歸要是90處 目前交通局先 第一時間執行有15處 就是希望說用路人的行路 用路安全 這部分 另外我們強力執法的部分 希望藉由執法來教育我們所有的 開車的這些相關民眾 你要鎖法 要尊重過馬路的這些所有行人 為了拜託行人第一家的草名 但是已經全民三點在股社區 過了人通行的路口 以及附近赤口 觀光景點和市長相關定15處 優先設立行人專業合計 當時加強四個地點的處地和選擇 好讓大家尊重露款 今天的新聞 顧文集 林營庚 蔡英文博道